KK,其實下樓梯也有正確的方法 不如跟我們說一下 下樓梯大部份人的受傷 行駕行者的人都受傷 因為下樓梯做得太快和太過大步 正確的我建議大家下樓梯 我試給大家看心底 每一步是放鬆肌肉下來 每一步千萬不要這樣交叉腳 因為當你交叉腳一 一交叉這個動作 你外側的四頭肌就會很受力 你走完山後就會覺得很痛 原來當你凌空躲一下 躲著它受力就會令它受傷 我們應該不是交叉腳 每一步跟著它下樓 每一步跟著它下樓 一步放鬆肌肉 對 蹲下蹲下 對 蹲下蹲下 肌肉好像自己幫它抹鬆 你一路蹲下蹲下 一路等它放鬆 因為我們要上山下山 上山下山 所以一定要放鬆肌肉 等待下一個山又要上山 下山用來放鬆 上山就很輕鬆 對 繼續… 行者100K 當然除了考毅力之外 也要考保養自己身體 身體健康 沒有處沒有爛才能捱到100K 是的 不過有一件事 我聽人說怕穿鞋會生水泡 所以儘量穿厚一點的襪 對嗎? 不是的 其實反過來 如果你的嘴巴吸汗 在鞋裡磨一下磨一下 又會起水泡 即是厚物就不適合 對 另一個一定適合 鞋不要那麼鬆 窄一點 沒有虛位 腳不會磨 不會磨,不會有水泡 又不適合 對 因為這些鞋 既然是窄和緊 想著不會磨 對 原來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走著走著會漲 如果天氣的艾行者是100公里 時間很長 下雨濕下汗 腳會發脹 你頂住鞋子就夾緊了 更加容易起水泡 因為壓住皮膚 而皮膚就頂住鞋 壓拉拉拉 反而要用起水泡 起水泡之外 還要用黑腳甲 黑腳甲就是魚 對 兩種都痛 越走著就沒心思 多鬆才對 起碼 我們有兩隻手指 放在鞋爪後面 這樣插就行 這樣插就行 好 好 很多人以為 放在兩隻手指 是否很鬆 很闊 其實不是 因為 只要你的鞋很闊 當你的腳發脹 濕了 熱 大了時 就不會磨 不過 一點很重要的是 當你走進間的時候 你的鞋 就不可以向前押 如果向前押 你仍然走回你的腳趾 頂腳趾 頂到鞋上 還有磨砌也增加 沒錯 所以就要全腳落地 對 平掌 放鬆腳落地 那就不會再有這樣的事 沒錯